大家好,我叫李洪骁,我是一名八年级的学生,我今年十四岁 我今天很高兴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故事 也希望大家能安全全的在家里再度过这个假期 好,那么今天我进入主题啊 什么叫四九城呢?四九城就是我们的黄城的四个门和内城的九个门 说它大概有六百年多的历史了 它是在永乐四年由朱棣建造 然后外城的这个外城是由明家建皇帝在1553年建造的 它本来想围着这个内城造一个外城 结果到这块没钱了,关掉了 听着修,修建,这块变成了凹字形 不是一个回字形 下面我来给你们讲,这个每个内城每个门都有一个用途 俗话说的好 九门走九车 我们从正阳门开始啊 正阳门是干什么事的?走龙车 龙车是什么? 送皇帝出门干正事 比如说搞各种的重要的活动 都从这个皇帝从这个门出来 那大型的龙都出来 你想多厉害啊,对吧 咱往西边看一看 这个宣武门 宣武门干什么事? 送犯人 送犯人到菜市口,这前面有个菜市口,菜市口是砍头的 杀犯人 咱往东看一看 这是崇文门 崇文门是送酒的 不是走走酒车的 走酒车喝酒的酒 小孩不能喝啊 然后还有收税的 政府必须利用钱从这边收税 咱往西北角看看 辅城门 送煤车 走煤车 这边山西有个 好多山啊什么的 煤特多 从这边特别方便 就是正好运到这 这边使七十门 这边浴泉山啊什么泉水什么都有 这个皇帝要求高啊 必须喝泉水啊 从这边运过来 看德城门和安定门是干什么事的呢 是打仗这边是长城 这个防止我们国家这个被攻击吗 得胜门出兵 必须得胜我们 预制我们的这个胜利 安定门回兵 说啊打完仗了 希望这个国家安定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走分车 从那个原先都没有那个马桶什么的 都得把屎都给逃出来 然后呢扔到这个那个市场 然后这边有个东治门 东东北角有东治门 是木材和庄管的地方 这边有朝阳门运粮食 这边有河道运粮食 这个呢 这是我们九个门的用途 我应该没有辣 这是我们九个 内城的九个门的用途 还有呢 我们现在我给大家讲一讲 这老北京 把这些门都叫什么 有什么说法有什么特殊的说法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会这都会说也会叫也会读也会写 但是呢北京人他都会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叫法 比如说这个西边门不是西边门 这个东边门不是东边门 还有广区门不是广区门 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他比较小小型一点 他规模小 然后呢他也是后建的 他有没有无所谓 也不是无所谓 就是小一点 这些其他门都比较大 就是比较老一些 他重要重要性比较大 所以他那个他不叫耳华音 他不叫耳华音 好再来看一看西边门和东边门 这个直 这个一般人都管他叫直 不要叫直 他叫直 清音 清音 东边门西边门 东边门西边门 念法了 好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来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点赞哦 再见